乘電車經過德府到西 人多車多海美多 這裏就是海美街 今次我們就來講講海美街的小知識 西環是香港開埠之後最早發展的地方 四面環海所以叫做四環 西環就是這裏的西部 以前中上環這一帶 南北行超過300間 將中國南北兩地的貨物經香港轉運 當時海美是轉口貿易其中一種貨物 令海美店在這裏隨處可見 這裏有藥材街、深溶燕窩街和海美街 海美街原本叫做鹹魚欄 八成都是買鹹魚 通常上宿下舖天台用來曬鹹魚 後來香港人口味轉了 才打到海美店 海美街有陰陽之分 兩邊的店舖數目差一折 靠山的右邊可以直達中環 行人路較少交通燈 所以人流多 清一色海美店叫做陽街 而近海的左邊就沒那麼旺 夾閘餐廳銀行 叫做陰街 這裏有兩大營銷策略 一個是貨增價實 另一個是長期促銷 一連四季都寫著結業大減價 行人都見怪不怪 因為店裡的位置不夠 有些人會把蠔豉、蝦乾、鹹魚放在馬路邊 甚至會蹲在店外洗海捷